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8月27号数位发展部接牌 我们希望扮演数位发展的马达 推动数位产业 我们产业数以RISE RISE 作为未来业务推动的重点 R代表任性resilience I是整合integration S是安全security E是父权empowerment 同时我们也呼应台湾AI计划当中 我们包含人才晶片研发中心产业AI化等等的推动工作 我们数位部会持续协助 主管部会导入AI 软体 资安等等 创新研发跟人才的支援 来促进各行各业的数位转型 据来说我们第四期前瞻计划里面的 AI产业实战应用人才测炼计划 就是用于培养我们AI的应用人才 对我来说 AI的重要内涵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 意思是在不破坏人们的社会常规的前提下 去运用AI 帮助大家把工作生活当中视为琐事的环节自动化 所谓AI in the loop 而不是取代掉特定的职位 也就是说 AI总是站在辅助的立场 我们人才是主体 我们数位部将持续推动以民为本的AI概念 确保AI等等数位工具的发展 是从人民有感的痛点需求来切入 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运用 而且公平的提升 企业跟社会大众的能力效率 来解决共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举例来说 当听障或语障的朋友 打电话接电话的时候 以前都碰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透过AI来辅助我们的手语老师 进行手语视讯翻译VRS的服务的时候 这样子只要有及时的手语翻译 透过通传的创新 做到媒合 就可以帮助听障或语障的朋友 来解决问题 这样的服务当然立刻创造的产值可能有限 但是社会价值 公益价值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不是只靠数位部自己的力量 而是投入了所谓公益创新 争案100的活动 邀请相关的各部会 以及全民一起来发想 怎么样透过新兴的高频宽 低延迟的通传应用 做出具有社会价值 未来当然更有跨境的产值 这样子的创新应用 最终的营运验证跟永续发展奖金 高达500万元 再次也欢迎想要解决各式社会问题的朋友 一起到我们 100.adi.gov.tw 来参加我们的证件活动 感谢IntelDevCup 号召AI高手发挥创意 不只为我们的AI领域 打下良好的发展基础 也打造了透过数位服务 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环境 再次恭喜各位获奖的团队 祝福大家的计划都可以长久运作 我们的典礼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